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人生有些抉择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话说有一位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呢却被淹死了 事后村民议论纷纷 有的人说他做得对 因为孩子还可以再生一个 但妻子呢却不能死而复活 也有的村民说他做错了 因为妻子可以再娶一个 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 有一个人听到了村民的议论 也感到疑惑难决 他心想 的确如果只能够救活一个人 那么究竟是该救妻子呢 还是该救孩子 这个人他决定去拜访那主角 也就是那一位农民 问他说他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结果这位农民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位在洪水当中救起他妻子 而他孩子却被淹死的这位农夫说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 洪水来袭时 因为妻子在我的身后 我就顺势抓住他 而因为孩子 落在后头 还有一大段距离 我根本就没有法子救他 人生 有些抉择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我亲爱的朋友 不晓得 听完这则故事之后 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得人觉得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近人是听天命 有一些事情 即便我们已经 尽力而为了 但是 还是 有所不能为 而 这样的一个 经历 也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 人是有限 与渺小的 人生 有些抉择 不是 你可以 决定的 期盼 这样的一种 达官 豁然的 窗口 能够让你 生命当中 也许 有一些闷气 可以借此 抒发 以上这则故事 是由草原之音 在飞越频道上 所提供给得人的 得人在此 向您说声谢谢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